各位同學 大家好 今天又跟大家做了兩條關於Moment的題目 先看看這條題目 它說現在有個Uniform在那邊 然後它是5米長的 現在它有一個人在上面 就是88N 那一個人對於Q的點是2米 我們知道其實這裏就是3米 然後它就要你去計算 究竟那個Normal Force FP和Q Due to Command的重量 其實這裏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不需要考慮這一支邊的重量 它只是說因為這個人的重量導致 這個P和Q的Normal Force是多少 所以是不需要考慮這一支邊的重量 先畫3Ball diagram 永遠都是的 第一部也要畫一畫的 這個就是FP 這個就是FQ 然後有個男人的weight 就是88N 其實上次也講過了 我們怎樣做一條Moment的題目 記住 如果那個System是Balance 即是Ecolibium的話 它的Net Force 是等於0 以及Net Moment 都是等於0 記住這一點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這件事去做了 因為我們有兩個Unknown Force 我們怎樣去計算呢 很簡單 用Moment 我先用QA點做Moment 對於QA點來說 FP的力就是順時針的方向 反過來 weight 就是男人的力就是逆時針方向 如果Balance的話 Net Moment等於0 即是順時針方向的Moment 等於逆時針方向的Moment 所以我們就會知道 800乘2 就會是等於FP 乘5 我們就會計算到 FP 是320 最終 你也可以再多次Moment 在P的點 再計算Q 但不需要麻煩 我們要重新Net Force 是等於0 即Net Force是等於0 即是向上的力等於下的力 所以我們就要知道FP 加回FQ 就是等於800 所以最後就會計算到 去180 然後就可以知道答案是B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